南韩首尔离泰院29日举办了疫情结封后的首次万圣节活动 吸引超过10万民众涌入狂欢 去发生严重踩踏事故 截至目前为止已造成151事82伤 是南韩自2014年4月号渡轮沉默以来最惨重的伤亡事故 网路上有超多现场画面流出 除了许多人昏迷倒地等待急救 警消不断派出人力进行CPR之外 甚至还有多张离泰院街头被排放盖着蓝布的遗体照片 现场都是哭声就像人间恋狱一般 有消息指出是因为有名人在当地一间酒吧现身引发轰动 进而造成大批民众聚集推击而发生后续意外 但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调查 而事发当时台湾女摩安琪刚好也在现场 30日她发文向粉丝报平安 表示自己确实在29日晚上10点多有再去到现场 结果一出地铁站 发现人潮比前一晚多了三倍就决定回家 离开前应急着想上厕所便挤进一间咖啡厅 排队排了20分钟之后 就目睹到有许多人被抬出来在地上进行抢救 警察救护车消防车挤爆整个主干道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韩国人持续从地铁塞满药出来 她和朋友只能尽快跟着路线离开 等走了数公里后网路终于通了 她才看到新闻超级震惊难过 而面对如此巨大的人为灾难 SM娱乐原定将于今晚举办的万圣节变装派对 和直播红炭已于深夜发出公告宣布取消 希望外界尽量 除此之外原本大头贴是万圣节logo的官方IG帐号 也换回了基本logo照 曾发出万圣节派对内部照片的现实动态 也以全数删除表达哀悼之意